首批緩導郵輪終於起航 遊客從基隆港下船之後 歷經了17個小時 我們終於來到了高雄 現在大家都準備下船 進入到地方觀光 旅行社已經備好了遊覽車 在港邊standby 要帶著大家一起進入到高雄市區 準備來一個海陸緩導大串聯 搭上輕軌開啟路上觀光 旅客可以自行規劃行程 走訪高雄各處景點 當然也可以跟著旅行社的安排 從博二藝術特區到夢時代 吃最道地的酸菜白肉鍋 再來到愛河體驗另類輕旅行 很特別 因為以前郵輪都要坐到國外去 它航程比較長 船上也有那個一日觀光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船上玩測試 然後又可以下來參觀 就是還蠻不錯的 和跳島不同 郵輪環島從基隆港出發後 先是繞過台灣海峽到第一站高雄 從太平洋來到東台灣花蓮 最後再繞回基隆起航點 四天三夜的郵輪行 搭上各停靠點 有別於離島國內軍事國際碼頭 遊客不需要靠小船接駁 就可以直接靠岸進入市區 讓探索夢號的環島型更加便利 因為台灣現在有非常多 這種深水的大型的這種商港 允許十萬噸以上的大船 直接的靠港 那直接靠港之後 不需要去做接駁 你幾乎就已經進入市區了 進入後疫情時代 國人對國旅需求暴增 靜置化的行程 豐富旅遊層次 擴大包裝郵輪商 期盼國內觀光 持續爆紅 解黃軍送相林 高雄報導